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强劲的动力 高级的底盘 宽敞的座舱 行业领先的安全性就是更好 领克09来自SPA架构 超高强度车身 陈旧更高安全标准 安全不止于外 更修于内 三菱健康用料 零杂棉 零利清 零有害容积 豪华不止是浮于表面 不是所有SUV都叫零克09 靠 完美完美 哎呀导演啊 您过去 这都是我们演员 应该做的 这车多少钱呢 怎么着 谭老师心动了 开着不错 挺适合我们这种中年男人的 这次我记得三十来万吧 有兴趣帮你问问啊 不不不 我们还是先听一听 专业的平车人是怎么说的 专业的平车人是怎么说的 人家都说呢四十不祸 你看我也快要四十岁了 但我最近呢就经常犯迷惑 早前我们选车看三大件 动力 传动 底盘 现在有人说要搞个新三大件 彩电 冰箱 躺平座椅 我是痛心疾首啊 买车呀 又不是买洗衣机 上场里看看就完了吗 都说车如女友 你不开起来试试 怎么知道合适不合适呢 对不对 可靠性和安全性 不需要深入了解的吗 如果说一台车开起来品质不行 就算是陈道明老师带货 咱们也不可能买单 前段时间啊 我看了某媒体的下册啊 有很多新能源的SUV 高温宝胎 甲犬超标 空调不冷 不害丧吗 你们去看一看领克09的表现 有惊喜哦 早前呢其实我们有试过 领克09EMP远航版的车车 很多网友呢说我们说的不够详细 那这一次呢 我们就借着这一台压运的行政版 大舞座的感受 给大家详细的评一评 这台车的感受 我看网路上呢 有很多人呢 吐槽领克09的后排空间 这回出了大舞座之后 应该没啥怨言了吧 那啥 祥宇啊 你身高体重多少啊 身高1583 体重210 您看看 多壮实一小伙子呀 大家看一看我这腿部空间啊 一会儿摄影师给个特性 再看看这头部空间 我觉得啊 可以用奢侈来形容 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怨言 而且整个座椅的长度啊 靠背的角度啊 也都是不错 很舒服 其实对于车辆的动态而言呢 轴距并不是越长越好 不加长有不加长的道理 六七座呢 有它的适用场景 你要大买五座 实际上除了空间的感受之外啊 我觉得隔音滤震的感受 也尤其的重要 你老家父怎么说来着 不懂得照顾家人感受的男人 称不上是真正的男人 所以作为台重大型的SUV二姐 妻子和孩子坐得舒服 那是顶顶重要的事情 转弯不撤起 刹车不点头 过坑不晃 烂路不电 这就是所谓的高级的底盘 不得不说啊 领克09EMP这台车的底盘啊 调的还是相当地老 空气弹簧加CDC的这个 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啊 让这个领克09的底盘 非常的平稳啊 可谓是一种刚柔并济的感觉 所以它保留了一定的路感 而实际上呢 有完全不扰人 这就是它的优势 但是我强烈的建议大家啊 一定要去选装 空气弹簧 老板 我也该下班陪家人了 行 考边 换人 作为一个中间男人 上有老 下有小 生活有时候啊 还是比较憋屈的 你想想啊 如果下班之后 你开了一台车 动力还不行的话 是不是就跟别去 我们这台领克09 压运行正版 大五座的动力怎么样呢 我觉得刚刚好 首先第一点啊 这台车和 是要比远航板 是要比远航板更快的 0到100只需要5.6秒 但是呢 纯电的续航里程 这台大五座会稍微少一点 因为电池小了 是WATC的是60公里 但是我觉得如果日常啊 你上班在城里上班距离不远的话 就这公里也能完全cover 而且作为一台中大型的家庭用SUV 我们也不能光看 它满电的时候的这个加速的水平 也得考虑到亏电的时候 在高速上它动力怎么样 这个时候呢 这个2.0T的发动机优势就出来 即使是没电状态啊 在高速上 也要想自在100公里每小时 再加速的时候 也是很有底气 这个就比有军那些什么1.5升的自吸啊 或者是小排量的温轮机啊 虽然有优势一点 操控的感受也很灵活 完全不像是这么大的一台车 转向的强硬很快 还有整个车身的刚性啊 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 怎么说呢 就特别偏向于欧系车的那种调教 不会一味的追求路感的隔绝 和所谓的舒适感 它就是在舒适 还有它共同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平衡 所以说啊 SPA架构啊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开车啊 实在是受不了那些平庸的操控感受 我觉得啊 30万以下的SUV也没有太多 能够比这台领克09EMP啊 更加有趣的选择了 对于一台定位家庭的中大型SUV而言 意味着有更多的家庭成员来乘坐 那么安全性其实是最最重要的东西 除了阻挥动安全 坐舱健康啊 也是常常被用户忽略的地方 市面上某些以家庭定位的SUV啊 甲权超标 材质低劣 挥发有毒有害物质 再想想他那家庭两个字的定位 是不是就显得挺可笑 也许你的孩子喜欢在车里看电视 也许你的妻子呢 喜欢躺平坐椅 但身为一位父亲 一个丈夫 你应该比他们 更了解一台汽车的本质 品质啊 往往体现在看不见的地方 领克09的品质怎么样呢 不是你在商场里看一看 摸一摸就能感知得到的 你一定要亲自去试驾 才能体会得到 如果你不信的话 也可以亲自去试一下 感谢收看本期前车 我是谭天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